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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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家中是正好有一瓶产自波尔多的红酒 其实对你来说只需要选择普通的干红就足够好喝了 我们先将洋葱切成丁 大蒜切成蒜末 将橙子一切两瓶 炸出新鲜的橙汁 倒出一杯红酒 大约350毫升左右就够了 选用这种中大号的法郎铸铁锅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锅 可以先在平底锅中去煎这个肉 然后炖煮的时候再转入砂锅 或者其他储热性能较好的汤锅 也没问题 锅开中火 在锅中加入橄榄油 和黄油 这两种油只需要用其中的任何一种 也是可以的 然后少量分次的把肉放入锅中煎制 煎制之前这个肉如果你用水洗过的话 一定要用厨房纸将表面的水缝吸干哦 其实这个肉应该先撒一些盐和胡椒来调味的 但是健忘的优女今天非常的抱歉 忘做了这一步 不过我们在后面炖煮时补上了这一步 最终得到的口味和效果几乎是一样的完美 煎肉这个步骤稍微有点耗时间 但是切记不要把一大锅肉一起倒下去哦 那样做的话 许多肉拥挤在一起 会导致某些肉被煎得焦糊 某些肉却是被蒸汽蒸熟的 你就不会得到这么可爱均匀的颜色和好味道了 将所有的肉表面煎成褐色 分次的夹出 这时候锅里的底油和杂质都不要倒掉 直接放入蒜末 洋葱 你看到锅中这些褐色的斑驳焦黄的物质不要担心 它们都是风味的来源 只需要加入一些橙汁就可以溶解了 如果没有橙汁也可以用香醋来代替 将洋葱炒至软化 软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加入一些番茄酱 再翻炒一分钟 这时候把牛肉倒回锅里 撒上面粉 加面粉的目的 一是可以使汤汁浓稠 二是可以利用面粉的吸附力 更好地锁住牛肉的风味和水分 这样炖出来的肉质更加的软嫩 将这个面粉搅拌至完全溶解 这时候加入红酒 高汤 悄悄地告诉你 优米家里从来不买高汤 也不炖高汤 所以这个高汤是优米用家中的浓缩鸡汁和清水调制的 其实它对整道菜品的浓厚程度影响并不会太大 如果你家里连浓缩鸡汁都没有 就可以直接用等量的清水来代替 效果没有太大的区别 接着我们放两片香叶 一束新鲜的百里香 丁香 这个丁香没有也可以不放的 用一些白砂糖来中和红酒的酸度 开大火把汤汁煮沸 然后盖上盖转小火 注意这是第一次炖煮时间 要炖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 优米今天选用的牛肋条肉是非常容易炖烂的 所以只需要炖一个半小时这样就可以完全软烂了 如果你选用的是瘦肉比较多的牛腩 或者是牛肩胛等其他部位 建议至少炖两个小时 还要注意的是在炖煮的过程中 至少两到三次揭开锅盖去搅拌一下汤汁 防止扒锅 如果你掀开锅盖的次数较多的话 那么整体的炖煮时间就要相应的增加 在炖煮的这漫长的一两个小时中 我们将土豆切成滚刀块 胡萝卜切成滚刀块 将白蘑菇十字刀切成四瓣 在玩玩游戏 追追剧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后 我们掀开锅盖 哇 好香啊 实际上这时候的肉已经炖透了 但是想要这个肉质变得更加的香滑软嫩 我们还要进行第二次的炖煮 这时候加入土豆 胡萝卜和白蘑菇 这时候你看到这个汤汁 它并没有完全的慢过所有的食材 不要担心 因为蘑菇 土豆和萝卜都有水分 在炖煮的过程中 汤汁还会再增多 我们再转至大火烧开 然后转至小火 继继续开始第二次炖煮 这一次要炖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掀开锅盖 搅动一下食材 搅动一下食材 防止八锅 弥补一下优秘煎肉之前遗忘的步骤 加一些海盐 黑胡椒 这时候我们开大火收汁 带到这个肉汤变得浓稠 就可以出锅了 你可以盛出来吃 也可以直接放在锅里端上桌 无论哪种方式 都是一道可以令全家人愉悦舒畅 欲罢不能的美味 当然如果你是单身 一炖吃不完的话那更好 因为当你第二天再去炖一遍的时候 会惊喜的发现 不仅牛肉更加的嫩滑 而且风味又有双倍的增长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质感 你看从视觉上 你可以完全感受到它的香滑软嫩 对不起 优秘要开动了 哇 好吃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完全停不下来 其实传统的法式炖牛肉 是用烤箱来烤制的 优秘今天只用家常的炖锅来炖 是希望更多的朋友 能够用简单的造具 做出餐厅里的美味佳肴 最后优秘总结一下这道菜的要点 第一 牛肉不能选择纯瘦肉 一定要选择有大量的脂肪静脉贯穿的雪花牛肉 优秘首推性价比超高的去骨牛肋调肉 第二 牛肉不要焯水 直接少量分次的煎制 让肉均匀受热 第三 炖煮前撒上面粉 让肉质更加鲜嫩 第四 炖煮期间不忘翻动 防止扒锅 好了 这就是Yumi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 真的真的忍不住 还要再来一碗 我们下期见吧